大家好,我是Jason 很高兴有和大家一起回到我们LBS课程学习当中 在上一节课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实现了 如何将谷歌地图开发所需有的开发包 导入到我们的项目当中 最后面呢 我们还配置了开发所需有的一些权限 那么今天这节课里面呢 就让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地图所需有的一些开发权限 以及它们的作用 OK,让我们打开Eglix 看到我们上一节课里面添加的这些权限 那么上一节课我们提到过 这些权限呢 就是谷歌地图开发所需有的最基本的权限 那么我们看到有四个 那么这四个分别所代表的行义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呢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是获取 访问网络的权限 那么访问网络这个很简单容易理解了 也就是当我们需要跟网络 跟我们一些服务器交互的时候 那么我们必定需要用到这个权限 那么第二个权限呢 第二个权限 assess network static 那么也就是 允许我们当前程序获取网络信息的权限 那么这个有点抽象 那么什么叫获取网络的信息呢 那么举个例子 我们当前呢 我们想知道网络状态究竟是 是连接中呢 还是已经断开了 那么我们需要做个判断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做这个判断之前呢 我们必须先 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配置文件里面 声明这个权限 那么 如果没有声明这个权限的话 那么 一旦使用了这样子的代码 那么我可能会遇到一个错误 比如网络是否有效 举个例子 OK 那么 接下来 这第三个权限呢 这第三个权限代表什么意思 这第三个权限呢 所代表的是 允许 程序 通过 WiFi 或 移动 机帐的方式 获取 网络 粗略 粗略 的 精维度信息 这个是官方的描述 那么 它所带来的一个 信息呢 都是比较 大致 那么 它当中也会有一定的误差 这个误差呢 官网给出的一个 数值呢 是 是有30到 1.5公里 之间的误差 那么 有时候可能 在一些网络 或者机帐 比较少的 比较少的地方呢 可能这种误差 会比较大 那么在 一般在我们的程序当中 WiFi热点 比较密集 以及机帐 比较密集的地方呢 那么 这种误差 会相对的减小 它的定位 精度 大概误差 在 30至 1.5 公里 之内 那么第四个呢 允许程序 通过GPS GPS芯片 也就是搭载在我们手机上面的GPS芯片 接收 接收 卫星 的定位信息 定位 精度 在 10米以内 那么这个 是属于比较高精度的 定位方式了 那么 它使用的是 我们手机里面的GPS芯片 去接收 卫星信号 大家知道 我们头顶上的卫星呢 无时无刻的在 发出 这些微波 那么 我们的手机上面的芯片 也是无时无刻的 可以接收到这些微波 当然呢 在室内的话 接收的那个能力是比较差 在室外比较空旷的地方 这种接收的能力 会大大的增强 那么接收到的这些卫星信号呢 通过 里面的芯片 准确的 能告诉 我们当前的一个具体的位置 那么这个 精度 这个准确度呢 定义在了 10米以内 这个地方需要提醒的是 使用的GPS芯片 来接收 卫星 信号定位的这种方式呢 在一些比较 老旧的机型上面 我们必须还生 必须声明 这样子一个东西 声明对硬件当中的GPS模块的 GPS芯片的一个调用 那么或许呢 有一些朋友比较感兴趣 为什么会有这两种 一个是网络定位 一个是GPS定位 这两种方式呢 以及他们这当中 究竟是 是如何选择的呢 那么他们之间的一个优劣 我们将在下一节课 再做仔细的探讨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权限呢 这个地方可以 帮助大家在调试过程当中 更好的去理解 那么这个权限呢 是允许 允许程序 获取模拟 的定位信息 那么通常情况下呢 假如说我们在模拟器里面 我们不使用真机 我们知道模拟器里面 没有自带有这样子 一个GPS芯片 没有GPS模组 那么在这个地图上面 是如何去显示 这个我们当前位置 或是去模拟 一个地理位置呢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这个权限 主要就是用在这个地方了 这个权限定的权限定 那么通常这个权限是比较少人使用的 很多时候大家都比较乐意用真机 要用我们自己的手机来进行调试 OK 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我们再见